站在冰冷的河水中 镜头前的妈妈放声哭喊 抱在怀中的孩子也不断哭泣 但目睹这一切的德州国民卫队成员 却无动于衷 船一动也不动 就停在这对母子前方 丝毫没有靠近 对越界移民冷血旁观 影片曝光全美哗然 白宫也关注 尽管德州国民卫队发出声明澄清 强调这对母子最后已经自行回到墨西哥边界 但美墨移民问题不只是边界危机 更是政治危机 成为明年美国总统大选主要攻防议题 边境大量移民涌入导致地方政府压力大增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出访墨西哥商讨解方 但在此之前面对非法渡河的移民帮还是不帮 边界警察也陷入两难 TVBS新闻怀宣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